记者张瑞珍台中报道,台中是26岁陈姓男子坚守自盗,偷窃自己公司外劳的现金,他为了闪避监视器,一想天开施展纸箱隐身术,把纸箱背在身上遮掩,潜入公司外劳宿舍内行窃,以为可以避开监视器,却没想到他整个过程全被拍下,连孔也被监视器拍到。 这招抄洛西的隐身术,警察看得笑掉大牙,一切到罪闲寒宋法办中是警局第二分局立人派出所警方,上月16日接获备区中清录一家食品电报案,称公司外劳宿舍内的现金2000元批切,宿舍内部无监视器,警方只能调阅宿舍门口的出入画面,却见都是自家员工进出,没有发现可疑对象,不料。 事隔一个礼拜,又有外劳皮切走现金1000元,该公司怀疑是内贼所为警方再次调阅监视器影像。 这次却发现陈庆员工,上月23日中午鬼鬼祟祟贴近墙壁进入宿舍,似乎在躲避监视器。 时隔约八分钟后,这名陈庆员工竟背住一大片纸色的纸板,企图将自己隐身于纸箱下面,不要让监视录影拍到他的身影,却不知自己的一举一动,不但被监视器拍得一清二楚,借他潜入宿舍内的情景,早已被拍下,他的脸孔也被清晰拍得,背纸箱纸板的可疑举动。 反昭告天下我就是小偷,警方约谈陈南道案,出示监视器画面,他当场白口莫辩,只能坦诚自己两度进入外劳宿舍内行窃,供得受新台币三千元,全案一窃到最先法办。